OK 我們現在要來講第11講的動態網頁 因為第10講上禮拜已經講過了 剛剛解答了那個 倒數計時器的問題 現在要講動態網頁 那這個動態網頁的主題 剛剛你看到我們 透過 這一個東西 更多工具裡面的開發人員工具 你看到我們對網頁做了一些操作對不對 像在裡面塞一個字 或之類的 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之類的東西去做 OK 你就可以做到 操控這個網頁 你看這每一個都是網頁裡面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操控這個網頁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用過了 InnerHTML就代表它裡面的那個HTML InnerTest InnerTest 代表的是 它裡面的 文字但是 不含標記的部分 如果你寫了一個Hello 那是Hello 你寫了一個超連結裡面放Hello 那它還是Hello 它不會有那個超連結 這就是InnerTest 跟InnerHTML的差別 InnerHTML會有那個超連結的標記 會有裡面的所有的 每一區塊的東西 但是InnerTest就只有文字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 你看 寫一個程式 像這個樣子 然後裡面有像這個你好啊之類的 然後呢 當你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它就把InnerTest顯示出來 這個有點太大 小一點 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把InnerTest顯示出來 然後再 按下另外這個按鈕 它會把InnerHTML顯示出來 另外一個範例是顯示暗隱藏 我們先看這一個範例 這種東西很多你要執行 才會了解 所以我們 把它執行一下 存檔 好存檔我存在 這裡 那這個叫做 就叫做Inner.html了吧 然後我們就把剛剛這個Inner打開 來 好這就是剛剛的程式 有沒有看到 它有點小 大一點 好夠大了 400% 就上面有你好 下面有 H.InnerTest HighInnerTest 喔 印出你好 印出你好 欸奇怪 InnerHTML跑到哪裡去了 喔喔 這個程式有bug 那是什麼 這裡 應該是結束是這樣 這個結束形 有問題 所以 還有bug 再存一次 難怪那個 其他的不見 喔應該有兩個才對 一個是InnerHTML 一個是InnerTest 太大了 這樣子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印你好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印 B 你好 因為它是出體字 B 你好 所以 InnerHTML跟InnerTest 不一樣就在這裡 一個是含標記 一個是不含標記 好這樣了解吧 好 那接下來呢 還有其他例子 就說這裡 這裡好像也有同樣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都會 跑出這個問題 看一下 對應該是我剪貼的時候 本來就有問題 OK 那接下來這個顯示和隱藏 還是剪貼下來 把它修正一下 我先把這個 等一下再弄回去 好 修正一下 這裡 GetElementById 有這個 這樣 應該沒有證明 應該這樣就OK 好 存一下 好 等一下我會修正 再讓各位 去處理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 修害 修害的 HTML 已經有一個了 再重存 修害的Tool 耶 為什麼 通通都不能存 是不是資料夾 的問題 看一下 我存在哪 喔對啊我不能存在這裡 我還存在桌面 不是 不是那個問題 有一些資料夾是不能存的 這個就 關了關了 OK OK 現在這樣應該 可以 OK 這應該是對 好我們看一下修害的 修害的 這裡 好又很小 再弄大一點 好這裡呢 我們這個按鈕 按下去 修 本來就修了 害的 修 害的 害的 修 害的 修 OK 所以 它可以隱藏 它可以顯示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所有 動態網頁裡面最常用的一件事 就是顯示或隱藏 它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說功能表 就是這樣做的 你把整個功能表給顯示了 它就補線 隱藏了 就不見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 看一下 怎麼樣子做功能表喔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功能表 你看這個功能表長這樣 功能你一上去的時候 它這個會浮現 然後按了之後 它會顯示 通知 OK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功能表 然後呢 然後呢 你一樣把它存檔 好存檔一下 save一下 menu 好 一直存到那個不該存的地方 桌面 好 menu.html 存起來了 存起來了 menu.html 在哪 這裡 好這裡你看到 上面有兩個黑黑的功能表 移上去 它就顯示 對不對 原始碼 原始碼怎麼寫的啊 原始碼不就是 sure hide 兩個寫成函數嗎 就把你要隱藏的那個 那個名字 傳進去 它就幫你把那個東西 隱藏或顯示 OK 然後呢 這邊呢 在 unmouse over 這有點小 在unmouse over的地方 就是 unmouse over是什麼 它是一個事件 就是 我移過去的時候 滑鼠已經在這一個東西上面的時候 就會觸發這個事件 我一旦移上去 滑鼠在上面的時候 他會呼叫 sure pupup1 那pupup1是誰 pupup1 你看 pupup1 這一個是pupup1 有沒有 所以我show它的時候 它下面那個功能表就會顯示出來 show pupup1 就是這個功能 然後呢 當unmouse out 當滑鼠移開的時候 他就hide pupup1 所以 當滑鼠移開的時候 他那個又說 又隱藏掉 又開 隱藏掉 顯示隱藏掉 顯示隱藏掉 功能表 就這樣做完了嘛 顯示隱藏 我現在 移到這個menu上的時候 我移到這個menu上的時候 他就移出來 不過有時候好像有點太快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可能是寫在外層 他這個在內層 所以 連內層的 我上去他也會移出來 OK 所以 現在是 他整塊的區域其實是這麼大的範圍 我只要移過去他就顯示出來 也可以啦 看起來不錯 當你點上去的時候 他會alert 印出 那個訊息 好 所以 這裡你看 剛剛的 on mouse over 移上去 就顯示 移出來 就隱藏 這是 我們所做的動作 但是呢 這個pupup裡面的 每一個 每一個 他都是一個超連結 那這個超連結呢 不是真的連到別的地方 他的超連結是 哇 呼叫alert 所以當我點下去的時候 他呼叫alert 然後呢 就會 顯示1.1 OK 那點另外一個 就顯示1.2 就這樣 所以這個功能表 很常用 但是各位現在幾乎都不用自己做 因為我們有 開放原始碼 太好用了 已經有更好用的東西 你幾乎不用自己寫 只要套一套就好 但是你了解 這種原理的話 對你會很有幫助 不然你只能用別人的 如果別人的 不好用或 不適合你 你也改不了 但是如果你 你今天會這個 你就 別人的不好用 我就自己來 就像 邏輯語的工具 不好用 我就自己來做 一樣的 好 那 這裡 就 寫 幾個範例 一直到功能表 好 那這是我們剛剛的範例 那這裡呢 有一些 CSS的樣式 就是為了剛剛 讓剛剛那個看起來好看一點 比如說 黑底白字 之類的這種東西 然後呢 往上對齊 然後位置在哪裡 之類的 寬度多少 然後 補 補的外層寬度是多少 padding 然後 因為我們用的是 Li 所以這裡 要讓他前面那個圈圈不要顯示 那 那 這是 Menu裡面超連結 的 顯示樣子 那 最後 程式就是這個樣子 剛剛看過 除了可以做這個以外 其實還可以做更多 你看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 HTML編輯器 就 這個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看一下 給我啊 你看 HTML編輯器 這個 你在這邊寫 CSS的 程式 你在這邊寫 HTML的程式 然後呢 你按一下 他又把最後的結果給你看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你就 就在這邊寫也可以 但是 其實這樣還是不夠方便啦 因為 照理講他應該還有存檔功能 這裡沒有 存檔就要跟伺服器有關 現在我們還 不需要學那個 下學期會碰到 所以 我們 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 在任何的 框框裡面 我都可以顯示類似像 指定的 你已經正在編的HTML 感覺 還蠻方便 OK 而且你的CSS是有套上去 你看黑底牌子 所以 DHTML動態網頁可以做什麼 其實DHTML就是 有JavaScript的網頁 他可以做什麼 當然就是 可以做JavaScript的程式 所指定的任何事情 但是現在的JavaScript 所指定的任何事情是什麼 幾乎是無所不能 所以 什麼都可以做 現在JavaScript已經是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裡 翻例 結束了 裡面 裡面 重要的程式碼 剛剛的關鍵性程式碼 就是 一樣 又用GetElementById 有沒有看到 先取得那個節點 然後把所有節點 通通都傳到變數裡面 對應的變數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 你看喔 這EditBox是 EditBox是誰 我先把這個關 EditBox是 EditBox是這個 和這個 主要EditBox是這個 HTMLBox是這個 然後呢 這是CSSBox OK 所以呢 他做了什麼事 他 除了把那些節點都抓到之後 他就讓 ShowBus 喔 這不是HTMLBus 叫ShowBus 最後顯示HTML的Bus 叫ShowBus ShowBus的InnerHTML 就等於EditBox的Value EditBox的Value 就剛剛那些字 然後呢 把它 把它直接塞到 ShowBus裡面 它就顯示成HTML 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顯示狀況是不一樣 因為EditBox不會 就算你塞HTML進去也沒有用 它最後還是顯示 純文字 為什麼 因為EditBox是這個東西 EditBox 在這裡 EditBox是Text Area 文字區 所以你不管塞什麼進去 它都是 把它當成文字 在解釋 所以 你取得它的Value之後 把它塞到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叫什麼 ShowBus ShowBus在哪 ShowBus在這 它是一個 DIV DIV的話 裡面你塞HTML 它就會是 以HTML的樣子在顯示 所以剛剛其實只不過做了一個丟的動作 把它從EditBox把它塞到ShowBus 就結束了 就顯示出來了 當然 我們 還有另外一個 技巧 這個技巧就是我在前面還有一個 CSS Box 前面 叫CSS Box 叫ShowBus Style 如果我把CSS塞到這裡 那它就會套用 那些CSS的樣式在你整個文件上 所以 就只不過是塞塞塞塞 結束 這個程式就做 OK 所以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好 那 這樣的話 動態網頁就講完了 趙老師 一學習的東西 我們花了30分鐘把它講 好 各位看一看 看一看 那你已經學會這個東西了 剩下都是進階 進階當然很多 很複雜 可是 基礎就這些 我覺得夠 你會這些 你進階的 也看得懂 只是時間問題 你就要花力氣去學 花力氣去了解 每一個函數 每一個 樣式 每一個屬性 是什麼 用到的時候再學 沒有人會先把它背起來 你如果背這個 保證你學不會 沒有人會把它背起來 最基礎的 可以 可以不需要看 不需要查 其他的 都可以靠查 OK 那我們 動態網頁先看到這裡 請各位自己先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的話 趕快問